圣经的翻译对于神的好消息传播非常重要 你知道中文圣经翻译的历史吗? 今天国度一分钟与大家一起认识中文圣经翻译简史 1823年马里逊翻译的《神天圣书》是基督新教第一部在中国翻译的圣经 马里逊在1807年进入中国学习中文及开展翻译圣经工作 他在1823年马六甲出版《神天圣书》 同一时期英国进理会宣教士马苏曼在印度主持中文圣经翻译 新遗照书及新旧遗照全书在1822年完成其出版 1850年到1910年不同地域语言的圣经译本涌现 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宣教之门大开 1843年英美宣教士在香港讨论如何从译圣经 由于各宗派在神学问题上的分歧 1850年到1910年期间不同译本纷纷涌现 当时中文圣经译本主要有三类 文言文、光话和翻译 1919年和合本诞生至今是100周年 1890年由于当时不同版本的中文圣经数量太多 在上海举行的传教士大会上 各宗派机构决定以合中合作的精神 共同翻译和出版联合译本 称为合合本 大会成立了三个不同的翻译委员会 分别负责深文理、浅文理和光话三种译本 以期达到圣经唯一、译本则三的目的 经过近30年的翻译工作 合合本在1919年正式面世 成为中国教会史上最重要的圣经译本 70年代至今陆续有不同译本的中文圣经完成 包括1970年吕正宗译本 1976年圣经新译本 1979年现代中文译本 以及2010年合合本修订版 邀请您来关注国度复兴报的微信公众号 让我们为了神的国度 随时随地祷告守望